好 看一下 題目說一個等差數列 A2N BN 前N項比是這個 那麼請問你這個等於多少 那我要講的重點是什麼 知道嗎 它到底靠什麼觀念 第一個 它告訴你是前N項的核 可是它卻要你求某一項 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從SN 找到AN 那SN 找到AN 當然無貴就是最簡單的公式 就是SN 等什麼 A1加AN 乘以N 除以2 可是這個題目如果有這個方法去想的話 困難度很高很多 為什麼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它的首相多少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更困難的地方是在於 它講的這個是比例 你知道嗎 譬如說我的N大1 我的N大1的結果是 這個是7 這個是9 請問你 它真的是7 真的是9嗎 當然不是 它是經過約分之後的結果吧 對 平常可能本來是14跟18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7跟9沒有什麼意義 它只代表這個比例而已 所以你不能直接N大1 然後呢 就是N再代N 那就把N解除完 那個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如果關鍵檔裡面知道 不是這個公式 用什麼公式呢 你把它抄起來 就是用SN 等於中間項 乘以項數 聽懂我歷史嗎 它又有這個公式 那你說老師 怎麼用 我們先試看看 我們先看這兩個地方 A1跟B11 好 A1跟B11這邊 好 請問你 你覺得A11 是誰的中間項 A11 是誰的中間項 分段稍等一下 不好意思 分段稍等一下 不好意思 這個單先 Dee 5 1 2 3 3 3 4